嘿 大家好 我是豹子圖的方長友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人在外面拍影片 那我一時趕不回家 剛剛我看到這個消息 胡金龍確定回到家鄉 被統一牽走了 因為這幾天還有非常多的像 張正偉 洪勝卿 楊耀勳 最後的胡金龍 其實最近這頻繁的 球員的異動 轉隊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好事情 這對於不管是對球員 對球團 對於球迷 來說都是很好的事情 因為有很多球員 園球隊他是可能比較沒有發揮的空間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年輕人一直在上海 那胡金龍他是比較特別一點 他之前有一些事情 那大家也都知道 為什麼統一球團會 去接受這樣的事情 其實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說大事情 其實倒也好像又 沒有真的大到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 統一球團會在接受胡金龍 我覺得也是 正面的行為 好不好 也是給予肯定 那也希望胡金龍 學長 其實他的能力大家都知道 他又不是那時候 因為這些比較不好的事情 他還是可以繼續在富邦和降 可以有非常好的表現 因為他的攻擊能力 當然他可能 目前到了統一師隊 可能還是會是DH的角色 那他到統一師隊 會有什麼樣化學效應 其實以他的經驗來說 他帶領統一師隊的這些 年輕球員 還有包含心理層面 我跟他有過非常多次的接觸 他也是 雖然我們那時候在不同隊伍 但是他非常的照顧後輩 他會給後輩很多的建議 心理建設啊 那每一場比賽打得好的時候 他不管在哪裡 他都會給你鼓勵 就算是敵隊 都一樣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會產生什麼樣化學效應 可能就統一師 有在打DH 可能就潘古雄 吳傑瑞 再來可能高國慶 對那這本來就是相互競爭 那統一師隊會決定把胡錦榮簽下 其實我想大家也不用太過於去擔心說 他又守哪裡 他又怎麼樣 其實教練永遠不會去擔心好的選手太多 這甜蜜的負擔對於教練團 對於統一師球團來講 都是好事情 最怕沒人可以用 不會有人去擔心說 有太多人可以用 好那胡錦榮到了統一師隊 那魁為好像說五年吧 金庸再次連線 那包含陳永基學長 胡錦榮學長 這兩位學長都是非常好的 尤其陳永基學長 陳永基我跟他同隊了六年的時間 那他也是給我非常多的照顧 那這兩位學長其實都是很好的 剛剛講的 就像胡錦榮學長也是 他給予後輩 尤其是他給予統一師這些年金球員 這些心理建設或是技術上的指導 其實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受用 那這個是我自己剛剛看到這個新聞 這個是今天的震撼彈 那也跟大家做分享 那因為我現在人在外面拍影片 穿這樣知道我拍什麼嗎 等影片出來就知道 這部影片因為比較臨時比較趕 所以不會有字幕 那我們會在影片後 我等一下回家之後 我會趕緊的把CC字幕補上 讓大家有更好的觀看品質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邊緣來小鈴鐺 那這是我自己今天看到新聞的一些感想 所以我想說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那如果喜歡我們在做這樣子的影片 或者是有什麼議題 你們都可以提出來 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看到的話可以拍的話 我都會把它拍攝出來 OK 因為原本是想說看到有一些球員轉 對有一些話想要講 但是今天剛又看到胡金龍的新聞 這個新聞 洗版 一道人傳給我 那我想說好吧 那因為我一時半刻也趕不回去 那我就在這時候 趕緊拍這影片跟大家分享 OK 等我 我晚一點會把CC字幕補上 OK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在拍影片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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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